铁锅的是烹饪食物的传统厨具,普通铁锅容易生销,人体吸收过多氧化铁,肌秀剂后,会对肝脏产生危害。 因此,人们在使用铁锅时,需要遵守一些使用原则,才能有益健康。 一炒完一道菜后,刷一次锅,再炒一道菜,每次饭菜做完后,必须洗净锅内地并将锅塌干,以免锅生销,产生不利人体健康的氧化铁。 二,有些人习惯发煮完的铁锅,放到水龙头下冲洗,一拧开水龙头,瞬间烟雾四起,此刻空气中潜伏的细旋浮威力聚增,不利于健康,应必开。 三,不要用铁锅盛菜过夜,因为铁锅在酸性条件下会溶出铁,破坏菜中的维生素C,四刷锅时尽量少,用铁底剂。 三,如果锅内有轻微的锈剂,可用醋进行清洗。 五对于严重生锈,掉黑痂,几黑皮的铁锅,不一再使用。 六,铁锅也不宜用来熬氧,不宜用铁锅煮绿豆。 七,尽量不要用铁锅煮汤,以免铁锅表面保护,其不生锈的食油层消失。 有铁锅断脏,表层没有涂抹任何有害人体的化学物质,只要铁锅包养得宜,用铁5到10年没问题。 做出来的菜,不会部分烧焦,部分不熟,受硬均匀。 铁锅使用后,只要用硬刷子刷锅,热水冲洗锅,晾干即可,清洁剂反而散锅。 铁锅表面随着使用时间,表面会自然生成一层石油层,具有类似不粘锅的效果,感觉做菜时用油量越来越少。 在烹煮的过程中,铁锅的铁锅素会随着隔温力量释放,并与菜融合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